前两天有一个小伙伴问老师说 老师我在太上感应篇里面看到 欲求天仙者当行一千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当行三百善 老师那是不是说我只要行了一千三百一个善举 我就可以修仙成功 羽化成仙 先不要说羽不要不要羽化 羽化跟涅槃差不多 那我行的足够的善事三百善 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地仙 当一个地上的仙人 其实不只太上感应篇 其实在我们的道教经典里面 还有金光神咒 宋词万变生有光明 三界四位五帝世音 万神朝里一死雷行 鬼神尚胆精怪亡行 泪有霹雳雷神隐名 断桂交之五气腾腾 金光束现附护真人 这个其实在经文里面都有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念一万次的金光神咒 我就可以怎么样 像雷神索尔一样 那我做了一千三百个善 那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是善 只要符合标准的 我做一千三百次 我就可以成神仙 修仙成功 不用肚截就可以成功了 其实这个方面 各位可能对这个金光有点误解 我们简单来讲说太上感应篇 那它里面所说的一千三百善 三百善 其实就是你做事的一个心态跟一个习惯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小时候可能在写英文 我们可能在写书法 我们可能在写算术 比如说九九十八表 现在小孩子可能不大学了 九九十八表 我们看在背的时候 我们都很痛苦 但是我们就要重复了N次 比如说老师以前教小孩 你不是只有顺着背 二一得二二得四 你倒过来背 对不对 这九九八十一 八七五十六 然后这样斜的背上去 那当你全部怎么念 你都可以念得通的时候 那么这个乘法对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做一次两次 你不习惯 所以说你就觉得做得很痛苦 那这个世界上啊 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想成为什么的专业 他都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技术 他有什么 他有次数 所以说当你能够习惯的行的一千三百善的时候 你的心 你的义 你的义 都像善人一样的时候 那么你就跟天仙一样 因为为什么 行善对来说 那跟呼吸吃饭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行善做好事说好话 当好人都已经成为 刻在你身体里面中的习惯的时候 那么请问一下 你当仙当成佛 那还是问题吗 你能够行三百善 那大家都一定普遍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对不对 你是一个善人 一千三百善 那么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 所以说当你成为习惯之后 你还觉得你会离这样子的境界更远吗 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人生 一件事是很现实的 就是无论我多有钱 我多穷 我多悲 我多苦 我多好过 我多么嚣张 那么我的人生最长最长 一百二十岁 你不要跟讲彭祖 彭祖活了八百岁 那是他不是你 对不对 一般来讲 我们人类的生理生物时中的限制 就是一百二十岁 你必定隔屁 所以说台语讲假巴黎 这一百二就是极限值的 没有更多的 那扣掉你求学的二十年 扣掉你退休的六十五岁以后 算是七十岁以后吧 对不对 你能够做的事情 就在这个四十年之间 在这四十年之间的时间 你能不能够把行善成为自然 把帮助他人成为你很自然 而去做出来的事情 而不是教师说 我帮助他 他会给我什么回报 那么你的福报自然会蹭蹭蹭的 一直往上涨 就像存钱一样 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富有之家 没有什么就把钱留下来 赚进来的尽多出去的少 你就成为富有的人 那么你福报累积的多 然后我们做坏事的浪费的业力少 那你是不是就成仙成佛了 所以说很多事情 不是在于是说 你要什么样的特异功能 或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成为一个标准 就像你现在不会去在意是说 我今天给你买了一颗苹果五块钱 我给你买了六颗 然后我还要拿指出来算 成为习惯之后 那么很多事情 你必然就会达到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